最初是因为喜欢 不知不觉中成为了一个古董艺术品的买手 这一期视频告诉你 我做买手这几年 我所感受到的职业的艰辛 说喜欢是因为在这个行业中 你永远可以碰到有意思的事 有意思的人 比如说一位90岁的老奶奶搬家 清理救货时突然被告知 原本放在厨房里的一幅小版画 是某位大师的真迹 于是轰动整个古玩戒 在比如说某个拍卖行 在进行拍品预展时 发现众多的厂家 对某一个花瓶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这个时候拍卖行才再次的进行研究 发觉自己远远低估了 这颗花瓶的价值与价格 由此可见 胡董艺术品这一行业水深是海 只要身处其中 一定要知道书三有路情为敬 雪海无涯苦作舟 这一职业考验的不但是人的 眼力和脑力也是体力和毅力 玩古玩的朋友都知道 越是能够淘到货的古董市场 越是远离市区 要以自己日积月累的审美能力 和专业态度去选择艺术品 在这个过程中 不能有丝毫的看走眼 更不能看漏丁点大的小残缺 随后尽可能客观的准确的 和全面的向买家描述艺术品 也要懂得跟卖家磨价格 邮寄打包更要自己亲自上阵 总之这是一个事无巨细 事必公亲的职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